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像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1月9号礼拜四 泰国今天下跌41点 18514点 亮人哇大盘今天的成交量 1341亿哦 1341亿哦 哇大盘今天的成交量 创17个多月来的最大量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1月9号 今天很多小型电子股 今天做做拉回嘛 因为昨天大盘电子股的成交比重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72% 昨天市场气氛很嗨嘛 朋友收完盘呢 我们心评气和回想 回想24小时之前的气氛是如何 我的节目一开始 我一直告诉大家一句话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所以我强调我是一个优质节目频道 是不是优质节目频道 我想听众 你心中自然有那一把词 那我节目破题 我也会告诉你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嘛 衡量一个人 我这样讲啦 你在一个人应该是说 他在顺境的时候去衡量一个人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衡量一个人是他在逆境的时候 他能不能去保有或保守 某些的人格特质 那才是重点 好不好 好 事后我们24小时 24小时心平气和 去回想昨天市场气氛 昨天市场气氛是上涨43点 成交量1154亿 你从下午1点半到晚上12点 几乎所有的投股老师 一定告诉你 赶快买股票 赶快参加他的会员 不买股票 不参加他的会员 好像对不起他 祖宗十八蛋 从昨天下午1点半到晚上12点 几乎所有的投股老师 都竭尽所能的告诉你 反正他的股票 都是知之涨停满 知之创新高 应该是这样子嘛 大盘今天爆大量 应该是近期的大量 拉回41点 电子股很多 涨多的做拉回 现在市场告诉你 获利了结 若带为安 市场告诉你 没有什么说 哇筹码凌乱了 我的解盘还是那句话 从两个礼拜之前的投资讲座 我说台股进入大乡行整理 昨天我也是这样看法 那两个礼拜之前的投资讲座 我们告诉你 本部我们看好的是IC设计族群 大盘今天 今天啊 今天很戏剧 几乎所有的类股 今天都做拉回了 涨多的电子股也做拉回了 太阳能也做拉回了 LED也做拉回了 IC设计 有的做拉回了 但是有的IC设计 今天还涨停满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用类股 比较我们讲的所谓的 电子 电子类股的比较 应该是说 次族群来讲的话 今天IC设计算是很强的 今天IC设计算是很强 其中 昨天不是大家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的零发科 而怎么今天反弹 涨 五块呢 好神奇 我们告诉大家 破断的个股 你不用急 他会拉回月线跟季线 让你买 好 昨天林巴克带量杀破季线 市场呢 告诉你外资的平等 哇 说外资调降他的平等 说他未来的 因为面临到中国大陆 或者是八核心晶片的降价 所以不好 头朋友 你要帮帮忙 好 不要把涨的时候 把这个梦画得很大 那跌的时候呢 找理由去 去圆了 我想表达 就是说 看对看错 其实很正常 股市 看对看错 跟你吃饭 一模一样的正常 而是说 在涨的过程中 你可以去看出一个老师 他会不会用一个 很夸张 很夸大 无所不用其极的 很夸张 很夸大的口文 去做表演 那点的时候 会不会用很恐吓的语言 去跟你做恐吓 我觉得不需要 我觉得大家都赚的是辛苦钱了 今天不管是你一个月存五千块 一万块 两万块 三万块 这样存下来 事实上都是你的辛苦钱了 所以我在昨天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去分享一段话 我说只要亮人滚起来 只要你敢操作 说不定你的投资 投资绩效会比我好 但是投资这种东西 不是看一天 就像昨天一天 也不是看 从新春开玩盘到现在 四个交易日 五个交易日 你去衡量一个人 就如同我节目破题所讲的 路遥芝麻利 日久 减人行 衡量一个人是在他很贪婪的时候 他会不会帮你骰擦车 那衡量一个人是在别人都很恐惧的时候 叫你砍股票的时候 他会不会在这边提醒你 拉你一把 你不要砍在最低点 这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因为你会在别人很贪婪的时候 你能够稳住你那一颗心 或者是在别人很恐惧要砍股票的时候 你能够在这边很大胆的买进 还是那一句话 到后来影响你在股市里面的输赢 跟基本面没关了 跟技术面没关了 跟你的内在稳定度有关系 希望今天大盘报近期的大量天亮 希望这段话 对你有产生某些的共鸣 好不好 产生某些的共鸣 好 那我们正视今天的解盘了 大盘今天创近期的大量 1341亿 哇 报大量 爆出17个月来的新大量 你问我对大盘的看法 我还是那一句话 大盘进入大箱形整理 大箱形整理的关盘重点 不是击掌击点 反向操作 大箱形整理的关盘重点在亮人 老师 今天这支楼你怎么看 我们两个礼拜前已经讲过了 老师 两个礼拜前 谈流来 我没去 那就I'm sorry 我只能这样讲 有些东西我们必须 给力挺我们的人 我觉得这很正常 如果你对每个人都是一视同仁 那谁要挺你 本来就这样子 如果我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那谁叫为什么要挺你 这本来就将心比心了 这个没有对跟错 好不好 好 那我想表达了 就是说今天视察焦点 可能是告诉大家 当冲 金管会主委 当冲 他可能想由现在的 未来 可能由现在的200档 扩增到1200档 那由现在的先买后卖 未来会扩增 可以先卖后卖 我个人的看法 这种东西一刀两刃 一刀两刃 有好有坏 特别人如可 近期您可以看到 小型个股活泼乱跳 就是我们想的 散户想操作的这些 小型电子股 不管是太阳能 LEDIC设计股 活泼乱跳 但是大型前置股 像2330的台积电 或者是3008的大力光 这些东西表现就没有那么亮丽 我这样讲好了 任何东西过于不及 都不好 我想你应该可以接受 任何东西都过于不及 都不好 你开放现股当中 量能供起来 当然对政府好 第一个 什么好 证交税 你有税可以抽 人气回龙 资本市场量比价重要 所以资本市场量能供起来 那是好事情 大方向原则上 我们是赞成的 大方向原则上 我们是赞成的 再次强调 但是我想表达是说 过于不及都不是好事情 当你这样引导到市场说 我要当冲 好 相对而言 散户喜欢做短 相对而言 散户喜欢做短 那喜欢做短 你就 没有要说 第一个筹码会凌乱 第一个筹码凌乱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抱不久 你经不起人家甩轿了 你可能今天你想说 那我 尻个100张 200张 300张 400张 尻个499张 一笔单下去 尻个100张 200张 300张 400张 499张 那无非 你就是鼓励 鼓励散户做短 那散户喜欢做短 他就会杠杆倍数扩大 对啊 你反正我今天当冲 我赚个1%就好了 我一次尻个499张 我做短就可以了 这样子比上班族还好赚 那久而久之市场的 没有要说 你会让这个市场 进入比较 贪婪或者短线 或者周转率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是希望 主管机关能够听得到 过于不急都不好 但是原则上 我们是比较倾向赞成 但是我们希望 一开始的开放 应该是从200档 比较好的 基本面的体质 去开放就可以了 因为你这样子下来 无非就是鼓励 散户做短嘛 那这个跟我们 成立资本市场的 的用意 事实上是有点 没有说 稍微有点 违背啦 我不敢说完全违背啦 但是当散户喜欢做短之后 他就不会去买权证 因为我用钱去当冲就可以了 你听好意思吗 我就做短就好了 那什么个股强 我就去追什么族群跟个股 所以会让 主力或公私派 他今天只要开盘 开高 开个3% 3.5% 然后盘中往上拉 那自然就有很多人 会去跟单嘛 因为大家想强短嘛 所以就变成说 开盘那一瞬间 会造成主力 做公司派或做手 他会想开墙嘛 开墙事故嘛 那开墙事故 就吸引市场的焦点嘛 那市场的焦点 大家就会想进入 进去做追逐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你在可预见未来 可预见未来台股应该 很多K棒 很多上涨的K棒 他会应该会形成一个 上影线嘛 这可预见的未来嘛 反正 我开高之后 开个3% 3.5% 4% 赏物就想追啊 因为你当冲啊 所以说你一定是做强势谷的啊 那做强势谷的话 大家 冲啊 冲冲冲 看谁比较敢冲嘛 那就100张200张300张 499这样尻嘛 那等到盘中 大家追到最后一棒之后 他就下来了嘛 掌停板你会去追吗 不会的啊 因为已经没利润了 因为已经没利润了 你要当冲啊 你会去追掌停板吗 你追掌停板 你就要隔日冲了啊 所以你今天开太高 例如说开6.5% 你也不会去冲嘛 因为扣掉 价差手续费 你根本还赔钱嘛 所以你至少要开高 大概是3.5% 3%左右嘛 你 人家有利润 人家才愿意去冲嘛 那这种方式来讲的话 就变成你已经涨了 大概是6% 6.5% 就不会有人追了嘛 因为已经没有利润了啊 所以可预见的未来 应该台股在上涨过程中 很容易流出上线嘛 了解我意思 不过这种的操作方式到后来 真的会让台北的股市啊 筹码比较凌乱啊 那谁能载舟 一能复舟啊 那一刀两刃啊 就是这样子 这在过去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 你该如何把量能拱起来 就是操作散户 喜欢操作个股吗 低润 双低液 四大产业嘛 低润 然后面板 面板我们是看动驱动IC嘛 然后太阳能 LED跟IC设计嘛 这个你都验证了 不过从这几天可以看出来 我已经可以事先点出未来的市场未来的问题啦 流上引线 充满凌乱 就是这样子 然后散户喜欢做短 所以量能会起来 但是权阵比较少人买 就是这样子而已 这是一个在你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去看到事情啦 所以这边我们比较希望主管机关 是不是要开放一千两百档全部都当充 充充的 我个人不要保留啦 例如说两百档就差不多了 基本上还是要体质比较好的 开放当中会比较好 好 这个题外话了 讲得哩哩喳喳 讲太久了 回归到大盘 大盘我的看法 今天所有的类骨里面最强的 就是 罩子 罩子类骨 罩子类骨 我希望投票你可以去想 我不晓得今天罩子类骨为什么长 但是你要去留意 如果未来 网路 网 就是网购越来越多了 网购 就是你去网路购物越来越多了 那你这些一定要用一些纸箱去运送 这是一个趋势 所以说罩子类骨应该是比较偏向在 没有说啦 比较长线的一个操作 那长线操作我的看法也是那样子 你不用去追短线的强势骨 它会拉回月线或者季线 让你买 好不好 那今天太阳能跟LED已经有比较凌乱了一点点 长多嘛 长多之后拉回嘛 IC设计事业是今天相对比较强的 IC设计今天涨停版的 我看一下 还有四档个股 四季 经历科 类比科 跟勤态 涨超过3%的还有威胜 心润 迅捷 创为 一龙店 所以今天 IC设计股 应该还算是 相对强劲了 那主要的 很重要的理由是在于联发科 25市的联发科 联发科 我想昨天应该是市场的焦点 联发科昨天带量破季线 市场告诉我们 因为 因为什么 两家外资调降联发科的未来毛利率的看法嘛 认为它被销价竞争嘛 投票 你知道 这今天应该有一则新闻 Apple即将举行 Apple Apple Apple即将举行它的产品的折扣 只有一天 网络折扣价 网络折扣了 刚的时间做促销 我不想你们看到这则新闻 我想表达 事实上很简单 有空去问一下你 身旁周遭那些 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小朋友 还有多少人在用Apple 有空稍微去看一下 那现在用Samsung的手机 应该都是过去 上一代Samsung的旧款手机 我想表达说 不管是Apple还是Samsung 它面临现在都面临到 中国大陆手机的结起 那这是一个趋势 那趋势的东西 你没办法去改变 就像 昨天我看到一则的新闻 它说 你认为2014年 有哪些东西或品牌可能不见 有人就举例像 日本的数位相机 数位 数位哦 不是单言 也不是类单言 数位相机 像Nikon这种东西 Nikon它很有出 单言的吧 反正就是数位相机 数位相机这个东西 可能在 今年2014年 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了 因为我照相 手机照相功能太发达了 听我意思哦 好 那我想表达是说 趋势这种东西 不太可能改变了 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华硕 华硕 ASUS 它不是推出99块美元的 手机吗 好 郭台铭先生 这一次CS展 他替120寸的电视站台 你很难想象 10年前 15年前 我们看的电视 可能是28寸 36寸 就觉得 很大 没错嘛 十几年前 我们觉得28寸的电视 36寸的电视 就很大 现在呢 42寸起跳 42寸 48寸 50寸 52寸 55寸 60寸 以前我们觉得 60寸电视 已经很难想象 对不对 现在70寸 120寸 电视就是越做越薄 越做越大 这就是一个趋势 你改变不了 这就是一个趋势 所以手机后来 就是低价化 这就是一个趋势 手机就未来 就是越做 越便宜啦 你榜月价 甚至就是零元手机 一元手机啦 或者像刚才我们讲的 华硕 99美元了 这就是一个趋势 趋势的东西 你就是改变不了 好 那谁能够吃到中国大陆 这一块市场 谁就是未来的赢家 谁能够吃到中国大陆 跟印度这块市场 就是未来的赢家 那很明显看到 就是245市的 联发客 联发客 他可以正式合并 成星 成星的焦点 就是在 在哪边 电视 好 那投票 联发客之前不是也合并 一家网通的晶片吗 你还记得吗 公司名字 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 好 不记得的人 上网去查一下 也就是说 这几年联发客合并 不管是 网通的晶片 或者成星 电视晶片 以及他自己本身的 手机晶片 市场联发客 在这一块的布局 好 未来3C电子产品的布局 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应该是说 已经告一段落 就像 这几天市场 你看那个 全联社 全联社 他不是找 之前7-11的 徐崇仁先生过来吗 那表示什么 全联社 他真的 他真的只是想做 他过去 单纯的 超市吗 料饭店吗 应该不是吗 他应该有 他的企图心吗 那联发客 这样的布局 他应该也有 他的企图心吗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联发客 昨天砍下来 你要买还是要卖 就看你个人 就看你个人 那我是站在买方 就是这样子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2570-56-57 大盘今天 1347亿 短线筹码 有凌乱 那我不会恐吓你说 今天帮要帮 那我不会告诉大家 好像 你不赶快参加会员 会很可惜 我只能告诉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你心中应该有那一把尺 你应该有那一把尺 去衡量 谁才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 好朋友 如果你想在股市里面 寻找一个专业 诚信 负责的优质团队 礼拜六 不是礼拜六 对不起 说错了 礼拜天早上 我们在总理 礼拜天下午 我们在台北 有投资讲座 希望听众朋友 可以预约做报名 好不好 礼拜天 不是礼拜六 礼拜天早上 我们在总理 礼拜天下午 我们在台北 有投资讲座 欢迎来听一场 深度跟广度 完全不一样的投资讲座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 优质节目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 林铜像 下班大概剩下四分钟 我们跟大家去聊 几个族群 昨天汽车类股很强 那我们说汽车类股 昨天强 不管是它是因为 Google要跟所谓的 汽车厂商合作 未来专攻 智慧汽车 以前是智慧型 手机智慧型 手表 智慧型穿戴 或者是未来的智慧型汽车都好 我们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它代表至少隐含的 过年要到了 所以散户有领年终奖金 因为有领年终奖金 所以大家换车 因为换车 所以汽车需求会拉起来 我们这样子讲嘛 那我们也告诉大家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那请你千万不要忘记 相关的游戏机概念股 虽然它最近并没有大涨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 它今天已经有 蠢蠢欲动的现象了 讲话一组 就是说 这种 你遇到每年它固定的一个cycle 它的旺季来临 那你就是要去选择 利用它拉回的时候 去做上车 就像我们居然举例好了 论泰拳 论泰拳 2915的论泰拳 你要不要买 就看你个人 我不会叫你追涨买 论泰拳这种东西 它会 农历过年要到了 它已经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 你要准备 信长 你听我意思 这种东西 我没有说它会马上涨 但是这种股票 它遇到农历过年 炼饭店 拉回的时候 你应该站在买方 而不是去追 听我意思 这种 每年旺季一定会来的东西 那很简单 你就是利用 它拉回的过程中去买 你不用去追它买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像当初 9911的樱花吧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去年的8月底 8月底9月初 我们说天气慢慢变凉了 热水器一定会受惠 那时候樱花大概是16.5 到今天大概是20块上下 它就是一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趋势 你只要知道它的档旺季 它会来临 那是cycle 它一定会面临到的 那原则上 你只要逢低买就可以了 不用追涨买 好 这个是关于我们昨天讲的 汽车类股 引申到游戏机干领股 希望你去明了 好 那现在我的看法 回归到大盘 大盘今天的焦点 应该是在量能失控 有点失控 1300多亿 所以短线充满有凌乱 那我的看法 你说大跌不太可能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每年的1月初2月 是每年电子股 它在画梦的时间点 就所谓的CS站 台北国际电脑站 跟所谓的德国 汉诺卫站 那今年最大的特色 我个人看法 不管是它今年推出 所谓的汽车电子 还是医疗电子 还是3D列印 还是穿戴式电子 我还是那句话 这么多高科技产品 你不可能每个高科技产品 你都懂 所以讲来讲去 你还是切入 IC设计会对你比较有帮助 毕竟股本小 好操作 这是台湾的散户跟总食物 喜欢操作的族群跟个股 或者我们讲的 过年到了 现在很多卖场 都在推出大电视 那电视来讲的话 电视 也许你对于友达或群创 像今天群创 16万6千多张 群创今天带量一根 藏红要喷出去 也许你对友达跟群创 你觉得股本比较大 你觉得友达跟群创 你比较没那么大的兴趣 那你就去买它关键零组件 买驱动IC 就像当初我们告诉你的NV的关键零组件 走成的观念一模一样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就进广告咯 电话02-2570-5657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告诉大家 我说这个盘要进入大箱形整理 好 这几天市场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新春看完版市场告诉你 上看9千点 9千五百点 大家来比后来的 看着比较糊烂 结果呢 老师 没有啊 走箱形整理 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告诉你 IC设计股 结果这几天市场告诉你什么 IC设计股 如果你长期验证 我们的专业诚信负责 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好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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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天 礼拜天早上 我们在总理 礼拜天下午 礼拜天下午 我们在台北有 都是想做 最后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